好臭啊 离得越近 这个味道就越臭 有点上头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记者郎佳慧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在几个月之前 在北京的国家植物园里面 拍到过一种很神奇的植物 叫做巨魔鱼 也就是这个 7月19号 国家植物园北园 有一株巨魔鱼开花了 我还从来都没有见过 开花的巨魔鱼 是什么样子呢 是不是像大家传说当中的那样 又臭又好看呢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 矛盾的植物 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那现在呢 我已经进到温室里边了 说实话 我进来的第一感觉不是热 而是好臭啊 虽然我戴着口罩 但是我依然能够闻到一股 很浓烈自敌的 苦烂的怪味 直冲脑门那种 那它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我身后的 这两株巨魔鱼了 它们就是罪魁祸首 哇真的 它有点上头 有点上头 目前呢它没有把这个玻璃罩打开 所以我们只能在外面远远地探探 哇这个花真的是很大 但是它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味道呢 是为了能让吸引昆虫过来给它授粉 所以它在开花的时候呢 就会散发出这种类似于腐肉的味道 熊蕊的部分 是会一直在发热 在散热 把它产生的这个臭味散发出去 传播到几公里之外 来吸引这些昆虫 苍蝇 然后来替它传粉 现在这个两株巨魔鱼呢 一株是盛开状态 那左边这株呢 是属于含苞待放的状态 其实巨魔鱼的花期特别短 一般盛开之后呢 48小时就会枯萎 所以要抓紧欣赏和记录一下 这份独特的美丽哦 我们这个植物是从 很早10年前是从一个苗圃引过来的 然后我们现在在研究它的生活习性 包括它的繁育特性 希望能结果实 然后我们再去人工的繁殖 然后扩大它的这个种群 让这个物种不要从地球上灭绝吧 所以呢不论是散发出气味或者是生热 其实都是巨魔鱼为了能够更好地 在大栅栅当中生存的一种手段 这也再一次体现出了 其实植物呢也是可以很聪明的 如果对它很感兴趣 想要一看究竟的话呢 一定要在这两天抓紧时间 来国家植物园看一看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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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